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放生起源 智豪是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现在的工作不好找 但幸运的是 智豪接到了一家大公司的面试通知 能进入这家公司工作是很多人的梦想 我明天要去那家公司面试了 哇 智豪你真的很厉害 那家公司可是百大企业啊 能进入这个公司工作 一直是我的梦想的 智豪 明天我载你去面试 要是面试通过了 你可要请我们大吃一顿哦 没问题的 如果面试通过了 我就请客 第二天 智豪的同学 骑着这边拨车再开始面试 当他们来到公司门前时 已经快到面试时间了 对 就是那里 马上就到了 小刘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 赶快进去面试吧 时间快到了 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谢谢你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载马鱼虾的车子 飞快地开了过去 一只虾子从车里掉落在马路上 小心点 这人是怎么开车的 开这么快 诶 那是什么 怎么了 你看 那应该是从 刚才那辆车上掉下来的 天气这么热 这只虾子会死掉的 智豪将那只虾捡起来捧在手中 他看着手里那只奄奄一息的虾子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要赶快将它放回水里 糟糕 再不将它放回水里的话 它会死掉的 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 面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看这只虾 如果不赶快放进水里 它就会死掉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管那只虾 赶快把它丢了 你若是错过了面试的时间 以后可就很难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了 距离这里最近的河有多远啊 至少也有一公里 你想要做什么 小刘 赶快带我去 还愣着做什么 快啊 晚了的话 这个虾子的性命可就不保了 你疯了 为了一只虾子 竟然要放弃这么好的面试机会 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啊 你不带我去 那我就自己跑去 只好一个人 在那么热的天 手里像捧着什么宝贝似的 在马路上狂奔 引起了路人的注意 虽然他的举止被世俗人所嘲笑 但却赢得了菩萨的赞叹 要快点 要快一点 能早到一分钟 这只虾子就多一分活下来的希望 快上车吧 真是拿你没办法 谢谢了 终于 智豪将那只虾子放回到了河里 虾子在河水中没多久便冻得起来 然后快乐地游走了 活了 菩萨保佑 真是菩萨保佑啊 好了没有 我们赶快回去 说不定你还可以赶得上面试呢 嗯 当智豪在会面试的那家公司时 已经迟到了十几分钟 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对不起 我是来面试的 面试 你迟到了 我们公司是不会接受不守时的员工的 你回去吧 让他进来吧 嗯 好的 总经理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没关系 为了拯救一条生命 情有可原 啊 我在这里都看到了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给了那只虾子活下去的机会 我怎么能不给你一个面试的机会呢 谢谢 太谢谢您了 你不需要谢我 拯救生命是最高贵的情操 你做了就会得到善报 这就是因果报应 总经理 您也相信因果报应啊 是的 我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一件事 便相信因果报应是有的 那时候我才按时出头 当时我生了一场大病 住了靠近河边的一家医院 据医生说 我的病需要进行一次大手术 手术费用高达几万元 老公 医生说了 我们儿子的病需要开刀 手术费要好几万元呢 唉 只要能治好 我们想尽办法 也要把手术费凑齐 住院的那段时间 我心情非常不好 手术前几天 我独自一人到河边散心 结果看到了一个捕鱼的人 在那里卖一条大鱼 快来看啊 这条鱼多大 我刚从河里捞上来的 要知道 这么大的鱼 可是很难得一见的 是啊 这条鱼真的很大只 应该活了十几年吧 说不定 它已经修炼上百年了呢 结果被你抓到 它多年的修行 可就功亏一亏了 如果这条鱼 真的这么厉害 那我可得卖个好价钱 当时我想 那只大鱼活了那么多年 如果被杀实在是太可怜了 而且杀它的人 说不定也会因此而倒雷 这条鱼多少钱 我买了 你要买这条鱼 是啊 要多少钱 一千元 啊 一千元 好的 我买了 这条鱼是你的了 需要我帮你杀鱼吗 不用了 别担心 我立刻将你放回河里 你自由了 嘿嘿 哈哈哈哈 放生大鱼后的第二天 医生再次检查的结果 竟然是痊愈了 前几天还说这个病很大 没想到竟然没事了 甚至还可以出院了 这种状况也是让医生也想不通的 为什么这么快就有了 但是我知道 这一定是因为我放生而得到了善宝 从哪之后 我就相信放生会得到善宝呢 当然 我们放生若能不打这些妄想 完全凭一颗慈悲心去做 那就更棒了 好了年轻人 毕业后你就可以来上班了 你的面试通过了 啊 太谢谢您了 总经理 杜人中度级 希望你以后能继续行善放生 出尔反尔 自食恶果 在一个朴实的乡村里 有一位杜先生 当他农闲时 便会亲自买牛杀牛 然后将煮熟的牛肉 拿到市场上去卖 今年的秋生 总算是忙完了 是啊 过几天我出去买几只牛 等杀了后 你把肉卤一卤 拿去市场上卖 嗯 好啊 哎呀 小杜 你来买什么呢 收成已经结束了 我想买一只牛 回去杀了 煮牛肉来卖 小杜 你可真是嫌不住啊 农忙时在田里干活 农闲时就杀牛卖牛肉 不跟你说了 我要过去看看那头牛 以后想吃牛肉 再来找我啊 哈哈 好啊 先生 要买牛吗 是啊 嗯 这头牛挺大只的 身上应该有不少的肉 哦 先生您是卖牛肉的 是啊 每次农作物收成后 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顺便做点 杀牛卖肉的生意 那您的眼光可真好 你看这头牛又大又肥 一定能取好多肉的 杜先生将牛买回家后 便轻碎动手将其再杀 然后再将牛肉 一块块割下来 弄进锅里煮 老婆 准备好了吗 我可要杀他了 嗯 好了 你杀吧 水已经滚了 就等你的牛肉下锅了 杜先生的牛肉生意非常好 因此每年他都会杀很多童牛 这为他赚了不少钱 然而杜先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和妻子结婚四五年了 却一直没有孩子 去医院也查不出原因 直到有一天 知道有一天他们俩遇到了学佛的王阿姨 那里怎么那么多人呢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没事的 那是小杜夫妻在卖牛肉 卖牛肉 是啊 小杜每年浓闲时都会自己买牛杀了卤肉来卖 刚杀的牛的肉自然美味 所以大家都会去买 原来是这样啊 小杜夫妻二人这么能干 只可惜结婚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孩子 做这种杀生赚钱的生意自然会遭到惩罚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 啊 你看他的生意那么好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肉卖的越多 他就要杀更多的牛 罪业也会越深 报应就越大 阿姨 你说我们没有孩子 是和杀牛卖牛肉有关吗 是啊 啊 杀牛卖肉跟有没有孩子有什么关系 你可别当真啊 小杜 王阿姨的话你可不能不信呢 他老人家学佛多年 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很准的 老公我们就试试看吧 从今以后不要杀牛卖肉了 我很想有个孩子啊 好吧 你们从现在开始放下屠刀 应该可以得到上天的谅解 会有机会生孩子的 不过以后可千万别再做这种杀生的事情了 只要我们能有孩子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杀牛卖肉了 嗯 从那以后 杜先生和妻子果然不在杀牛卖肉 没过多久 杜先生的妻子便怀孕了 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老公 看来那个阿姨说的还真有道理 自从我们不在杀牛后 就真的怀孕了 嗯 老婆 你说会生男孩还是女孩啊 他老是动来动去 应该是个男孩吧 嗯 嘿嘿嘿 乖儿子 乖儿子 不哭咯 我想他应该生育了 喝给我吧 我给他喂奶 来 儿子 喝个奶了 转眼间 五年过去了 杜先生的儿子长成了一个调皮的小男孩 又到了农闲的时候 杜先生又想重操就业 杀牛卖肉 老婆 儿子现在都长大上幼稚园了 以后他上学还要花钱 不如农闲时我们再来卖牛肉 帮儿子赚点学费怎么样呢 啊 我们不是说好 以后再也不杀牛卖肉了吗 你还真把男孩